暑假进入尾声 为了迎接新学期 提供学生安全健康的学期环境 花莲市清洁队特别在开学之前 展开校园内小黑纹防治作业 期盼可以让学生安心求学 免于受蚊虫叮咬的困扰 清洁人员拿起机具 针对校园环境来回进行药剂喷洒作业 在此花莲市公所为了迎接新学期 也保护学生免于小黑纹及蚊虫叮咬 特别趁开学之前所展开的小黑纹防治作业 今年其实我们花莲市小黑纹的危害情形 较诸于往年是比较少的 但是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 国府国小是我们花莲市的重中之重 是我们花莲市小黑纹 就是危害比较严重的地方 所以我们每年在开学前 我们都一定会针对国府国小 进行环境喷药的一个工作 希望在开学之前 那我请清洁队队长在我们学校的周边 进行一个倾销的动作 那也让鱼希望孩童免于我们小黑纹的一个干扰 那安心的一个上课 那未来我们也会针对周边的邻里 进行一个倾销的动作 也希望大家能够维护环境 将我们家中有一些不管是水盆 或是一些有青苔或是环境比较脏乱的地方 也希望大家都要多做整理 那才能保持我们环境的一个整洁 那免于我们一些蚊虫的一些能够支撑的一个地方 清洁队长吴庆展也呼吁民众 除了要主动进行居家环境整顿 在进行户外活动时也要做好个人防护 尽量穿着长袖衣物及长裤 并涂抹有效的防瘟剂 才能有效阻断小黑纹吸血残卵的机会 记者徐立琴华联系报导